1644年5月,瑞欣王多尔滚筒帅20末巴奇,几率入关不到两年时间,基本上消灭了李自成、张献忠、南宁等抵抗力量。 巴奇为名远洋,不过入关之后的巴奇子弟粉快就腐朽没落。 连基本的骑射,本领都丢失,只能拿住鸟笼在北京城,李玩耍作乐三番之乱时。 朱莉是绿营,停定准巴尔时,朱莉也是绿营,收复台湾时,朱莉还是绿营。 巴奇沦为了替补,1851年,金田起义爆发,巴奇一败土地毫无战绩可言,不过,晚清时期巴奇子弟中海,是有两位可用之战将,即是科尔信郡王曾格林进,陈玉成之劲敌多隆阿。 多隆阿,1817年,1864年,满洲正白席人,达沃尔族人,善无其事的民族,晚清著名将领,擅长使用马队于将军,猛将报朝并称多隆报虎,经常击败太平军民将英王陈玉成。 1853年,林凤祥离开方,率北伐军进入河南,并为淮沁,中原震动为此,咸丰皇帝急忙调遣黑龙江,吉林马队入关,配合封格林信,圣宝作战,多隆阿则是此次入关,作战是一元猛将,在剿灭北伐军时,多隆阿常常冲锋在前,是不可挡,表现得相当耀眼,跟格林进队时分赏识,剿灭北伐军后,多隆阿因公升任巴奇协领,成为终极军官,开始战露头角。 1855年6月,多隆阿绿德胜之师南下镇压太平军进入湖北境内,吨扎在沙河一带,抵御太平天国西征军。 1856年9月,天津事变爆发。 12月,武昌守将国宗为郡放弃城时,多隆阿城市进攻湖北黄梅,广继将太平军赶出湖北。 1857年,多隆阿率习兵配合李续兵进攻九江,舍服击败陈玉成援军前锋,为其营磊多处,身受上司兜心阿赏识。 1857年5月,多隆阿从江西前线回师,与陈玉成军团战时离谱。 黄拉山,一带连续激战摧毁太平军营累48座。 陈玉成只能再次退出湖北,因其在湖北表现突出。 群,扶狐林一让他收,连王国财不相军,挥下兵马达到四千爷人于彭玉林、杨宰福等名将不相上下。 1858年5月,李续兵攻破长江中游战略要第九江,包括守江林启荣在内衣七千江市全部阵亡。 晚南重镇安兴,暴露在湘军兵峰之下。 与此同时,湖北巡抚,胡林一开十米定东征计划,先拿下安庆,后则指导机灵。 一举扫平太平天国。 8月,多隆阿奉命从湖北进入安徽,于太平军争夺太湖次战。 多隆阿派出少数弱旅引游敌人出累作战,而后射下伏兵,亲自杀入敌阵。 大败之太平军撤出太湖,多隆阿则继续将战线推进到安庆城下。 可惜就在多隆阿报超商议,如何攻取安庆时。 将军第一,汉、江、李续斌,在三河镇惨败。 所部六千金锐,全部阵亡同城。 舒城也相继被太平军攻占,为了避免后路被切断。 多隆阿报超决定,从安庆,城下撤军退回太湖。 陈玉成协助胜利之爷为派军进攻太湖,无奈却被多隆阿击退。 1859年初,陈玉成不顾李绣城反对,坚持进行二郎河之战。 并钦,自上阵指挥战斗,双方打得难分难舍。 关键时刻,报超指挥部队用遥香骑射陈玉成指挥部。 太平军顿时阵脚大乱,全军溃败。 1860年初,多隆阿奉命进攻同城,目的是阻止太平军分元安庆为九,率分国权作掩护。 为此,陈玉成从东部战场返回,困兵同城西南挂车河,直接与多隆阿马队作战。 无奈惨败而归1861年5月,多隆阿再次与陈玉成展开大战,成功阻止其救援安庆。 9月,安庆陷落此战。 多隆阿名声大噪,胡林一叔他,蒙勇坚全,兵律精神,精廷迭声他为政红旗,蒙古都统和荆州将军,成为高级将领。 安庆陷落后,陈玉成退守完北卢州湖城。 多隆阿随,即带马队追击,或使陈玉成放弃城池前往瘦州,后中苗佩林之际被逮捕,受灵池而死。 攻克卢州后,将将总督曾国翻奏,请清廷。 希望多隆阿能够南下作战,配合曾国权进攻天津,继续充当掩护力量。 不过,多隆阿表示拒绝,他对曾师兄弟非常不满,不远为其当套灰,为其火中取力。 原因很简单。 在安庆会战中,多隆阿功劳很大,若是没有他统帅马,对于陈玉成作战,并成功阻止太平军增援部队。 曾国权也是难以攻克安庆的,但是拿下安庆后,曾国权却将本属多隆阿的部分功劳据为己有,导致自己得到的赏赐不多。 远绍乌曾国权。 1862年6月,多隆阿离开,将怀战场奉命远征西北平定当地起义军。 尤其是重点,打击陈德财富太平军,李兰喜一军。 1864年4月,多隆阿离,绿马队实营,进攻李兰喜一军,最后续点仇治。 不幸被枪弹击中,身亡将长,本文由炎炎说史。 原创,欢迎关注,一起品评历史。